这个月4号在淡水有民众停车到一旁的通讯行来办事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回到车上就发现自己刚买的一盒泡芙竟然凭空消失 而最近更是有民众指出刚买完菜东西挂在车上 停车买个东西回来就不见了 对此警方也已经透过监视器画面展开调查 监视器画面亲属拍下一名男子空着手走向机车 折返的时候手中提着一袋物品快速离开 这是这个月4号有民众停车到一旁的通讯行办事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回到车上就发现自己刚买的一盒泡芙竟然凭空消失 看了一旁店家的监视器才知道被偷走了 而最近也有民众指出刚买完菜将物品暂时挂在机车挂钩 到附近超市一趟出来东西就不见了 挂着它也会就直接跟你拿走了 然后菜也是啊 经常啊 尤其是老街那边也是啊 老街那边停摩托车停整排 有时候你挂个东西然后进去买个东西出来 两秒钟转身就不见了啦 放着这样子 所以我都习惯性一定是要 这个一定要把它盖好 然后这个一定要拿着 对啊 我都不会放在那边 要不然就是挂在那边就一定要把它收到那个摩托车 对 市场买的菜单就超市 对 因为他们就是先把菜放在车上 然后会啊 会啊 会带进去 会带进去 实际来到卖场附近 有些民众会将刚买完的菜或是物品挂在机车上 然后到附近办事或是进商场购物 更有民众表示 因为之前有便当饮料被拿走过的情形 现在离开机车都会将车上的物品带上 对此警方也已经透过监视器画面 以及民众举报来展开调查 我们警方已经调阅沿线周遭监视器 掌握歹徒的外贸特征来记起侦办中 那警方在这边也特别提醒民众 外出购物随身携带物品 尽量能带走就带走 不要贪图一时方便 然后就放在把手上 或是就放在机车的座位上 容易让歹徒有可乘之机 而警方表示 未来将会加强卖场附近的巡逻 也提醒民众如果有暂时要离开机车去购物 千万记得要把贵重的物品随身携带 或是锁进车厢里 以免让有心人有机可乘 记者李怡佑 廖品涵淡水采访报导